还要看历史的今天 90年前的今天 攸关了标点符号的颁发 这是由胡适博士等人亲自研发的 别小看标点符号这些小玩意儿 因为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它的用意 也让我们现在不管是说话 写字都能够充满了中国的文字之美 标点符号的渊源非常久远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 启用新式标点符号 文章语意表达能更精准 过去中国古文书籍少有分章断句 阅读容易产生误解 我们要把话说清楚 意思要了解一定的断句要断清楚 才能够了解不清楚不能了解 所以到后来胡适先生觉得 白话文艺运动之后 最重要的标点符号要弄清楚 就这样 有个故事凸显标点符号的重要 下雨天留刻天天留我不留 主人留给客人这11个字 原因是下雨天留刻天天留我不留 但是没把符号标上 客人做了这样的注解 下雨天留刻天天留我不留 结果意思完全不一样 他可以把你讲的话的语气 他可以很诚实地表现出来 让你很容易就完全看懂 这篇文章的每一句话 它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 所以胡适先生就表达非常好 新式标点符号更有惊叹号顿号 等情绪的辅助表现 也让羽翼的表达更为清楚 直接传神